國會執選法案正式生效 總統賴清德今天就委由律師 向司法院遞交 事件申請書 提起憲法訴訟 而行政院長周永泰 在法案生效之後 今天上午也首度 復立法院備詢 周永泰表示 他今天要一身釋法 希望執選和備詢者 雙方可以彼此尊重 而傳出來因打算 在八月趙凱琳時會 請使國會調查權 以及通過重大法案 民眾黨也將要提出 延會處理NCC的人事案 總統賴清德委由律師 向司法院遞交事件申請書 提起憲法訴訟 國會執選法案 經行政院提請複議失敗後 日前已生效 總統府表示 賴總統已清除表明立場 國會理應改革 但改革方式必須合法和諧 反對國會擴權 並不是反對國會改革 國會理應改革 但是改革的方式 必須要合法且合憲 今天已經正式向憲法法庭 申請釋憲以及暫時處分 國會執選法案生效 其中包含藐視國會罪 也證實上路 孔一桑質詢被詢者 新政院長卓榮泰 在法案生效後 首度副立法院被詢 如何因應也引發關注 中院以地狀申請釋憲 竹榮泰也表明態度雙質詢者被詢者彼此尊重 不過現在也傳出 藍營打算八月召開臨時會 以行使國會調查權 及通過重大法案 可能包括核電研議草案 和懸罰法修正草案 民眾黨則主張立法院再次延會 去完成改革法案 跟人事同意選審查 但時間的部份的話 可能還在討論當中 總統賴清德日前表示 在大法官為做出國會執存法案 釋憲結果前 不宜貿然採取行動 做國情報告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認為 還是應該依法行政 記者黃曼莊志成 陳昌偉 太不懂